中天新聞台被民進黨政府下架 那麼外界認為這是侵犯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所以也都在等蔡英文總統一個說法 等了40多天 終於在昨天我們等到了 蔡英文首度表態 沒有介入NCC審查和決策 這是記者問到的 那麼蔡總統的回答 她說NCC是獨立機關 那麼記者又問說 你曾說過勞工是心裡最柔軟的一塊肉 但中天官台會造成400多位的 員工失業 在你的任內關新聞台 問總統是否願意汉文言論自由 蔡總統說牽涉到員工失去工作 政府一定會要求勞動部門 對勞工的工作權益保障多加關心 而記者又問了 是否有府方希望由華視新聞台 進駐52台的事情 蔡總統說你講的那些事情 其實都是捕風捉影 其實最近吵得很兇 就是中天空出來的52頻道 到底是要由誰來上架 誰來接手 因為一再傳出NCC主委陳耀祥 他希望給公廣集團華視 那麼同時還把地鑑說 要補上環宇新聞台的中家業者 系統業者兩度找來喝咖啡 來看到這次上報的報導說 NCC主委兩度找中家橋52台 民視說這是府裡的意思 要華視撤環宇 而有看過這篇報導就知道 裡面巨細米很多細節 所以到底有沒有找中家喝咖啡 當然NCC很快的發新聞稿說 這一切純屬虛構 主委陳耀祥本人沒有出面回應 到是副主委同時發言人 翁伯宗被媒體追問的時候 他說已經發了新聞稿 發了新聞稿 他連照念新聞稿 感覺起來都不願意 回答起來也是不斷的 跳針之巫其詞 那麼看來他好像也不太願意 幫陳耀祥背書 韓冰 其實我必須講 這個事情很怪 怪在哪裡 蔡英文政府不是告訴我們說 他們最討厭的就是假訊息 假消息 假新聞 是不是都要關三天 而且NCC自己說純屬虛構 對 NCC說純屬虛構 蔡英文說捕風說也 可是人家上報是一路發 他們是只有發一折兩折 而且他們也沒提告 陳耀祥要你就告 他為什麼不告 蔡英文也不告他 陳耀祥也不告他 蘇貞昌也不告他 而且上報不是這一次有沒有 上一次他在記者會上 對 他也說是他造謠捏造 你也不告 我就覺得很奇怪 如果上報都是造謠捏造 你們為什麼對上報這麼仁慈 對中天何其殘忍 對上報何其仁慈 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嗎 我們合理的懷疑 上報一定抓住了某些關鍵 他一定抓到某些關鍵 他也不怕你來告 你告他之後 他恐怕就跟大家偷他出來 所以他們也不敢去碰他 實際上上報 為什麼會知道這些底細 如果不是有人故意告訴他們的 請問一下上報怎麼會知道 難道上報跟你一起開會 對不對 所以肯定是他們內部 某一些派系不滿你們這樣的安排 所以把這些消息洩漏給上報 我老實講 如果今天陳耀祥不告 蔡英文不告 蘇貞昌不告上報 我就合理懷疑 上報講的都是真的 不然你為什麼不告他 同樣的我覺得 當然記者不得不問 你去問蔡英文有沒有介入 你期望他怎麼回答 就是我本人 就是我幹的 你知道嗎 他不可能這樣回答 他一定告訴你他沒介入 他還特別強調 總統跟總統府都沒介入 所以意思就是說 不但我沒做 總統府裡頭所有人都沒做這件事情 但是問題是蔡英文的保證 就跟沒保證有什麼差別 過去不是跟我們講說 親父的父子 從來沒有經過總統府 所以講完之後 你總統府的紀錄 人家就會有進來 實際上 總統府胡說八道事情多了 老實講到現在為止 超賣有多少總統府的人涉案 到現在你們就是不查 就是不辦 大家明明都知道有 可是你們就硬要說沒有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嗎 同樣的對勞工的議題 你去問蔡英文 拜託 他是一個告訴當著媒體面 叫你們自立自強的人 你還期待他 然後結果他也是 隨便跟你講講幹話說 我一定會要求他們多加關心 關心是什麼你知道 蔡英文的名言叫做 關心但不介入 沒聽到嗎 他對香港不就是這副德性嗎 我們很關心香港 但是我關心但不介入 所以到最後就讓你們自生自滅 我說真的中天的眼光 還在期待蔡英文的話 我真的會說你好傻好天真 拜託不要再期待蔡英文 蔡英文是一個除了說幹話 什麼都不會的人 他每天除了抱他的貓之外 他也不知道要幹什麼的人 問題是我覺得最可怕就是 你NCC還好意思講說 人家捕風作儀 你自己在記者會上 你當著全國觀眾的面 你自己講出來說 給公廣集團一個機會 這是你陳耀祥自己講的 你還說人家捕風作儀 你自己就是捕風作儀那個人 你自己 你本來應該是要 不過NCC後來說這只是建議 真正最後還是要看市場 看業者 他不可以建議的你知道嗎 因為你NCC是審核單位 是系統業者要把 他要放誰在這個頻道 他送出來給你審核 結果你負責審核的人 直接跟他建議說 我覺得放這個比較好 這像話嗎 你可以做這樣的事情嗎 其實陳耀祥 你說完這句話之後 你就應該滾蛋下台了 你根本沒有資格幹NCC主委 可是你臉皮夠厚 你還繼續在幹 現在臉皮夠厚 出來告訴我們 都是捕風作儀 都是外界捏造 我老實講 陳耀祥你還四個人的話 你還有一點點的廉恥線的話 你趕快滾回家吃糯米飯 不過陳耀祥現在傳出 就是因為喬不動華視 所以就把業者找來喝咖啡 而且喝了兩次 這個事情被上報報出來了之後 當然逼得蔡英文總統 也出來回應說 一切都是捕風作儀 逼得NCC發新聞稿 發聲明澄清 說這一切都是純屬虛構 所以我們剛剛 寒濱也特別提到 如果純屬虛構的話 上報這也不是第一次報導 你為什麼不告 不告是代表默認了嗎 學恆 我們講清楚一點 很多不同的媒體登新聞 目的不是為了讓事情沉 而是要讓事情破 你如果仔細看上報這位記者 這位記者他連續做了幾個報導 其實業界都很清楚 他這個新聞假如一出來就是破局 你不寫還好 你一寫 你寫得越詳細 就表示中間有人不想讓這件事情沉 我們一路追回到 當時中天被撤照也是 之前不是傳出 有可能是負擔條件過關 那時候他講是要大概4比3 然後要有附加條件 然後可能把中天移到後面 變成中天洋片台 就洋在那邊沒有人看 但是上架費很少 也沒有廣告費 就活生生變成一個負擔 這個鋪陳都很完整 結果上報這篇出來幹嘛 破局 隔天7比0 對 就是要讓你不敢 照著原先規劃好的方向走 因為知道你會萬箭穿心 知道陳耀祥就算這樣做了 沒有人可以保他 好了 這次又來到中家喝咖啡 你沒有注意到 他們說純屬虛構 沒有講說我們沒有跟中家聯絡嗎 他沒有講純屬虛構可能是 他喝的是茶 不是咖啡 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們的整個溝通過程 也讓大家知道說 你今天如果敢出來否認 好像你也不敢否認得太明顯 所以我在這邊 其實我跟韓明哥不一樣 我覺得我可以相信蔡英文總統 因為蔡英文總統說府沒有介入 但他沒有講行政院沒有介入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子 府已經說沒有介入 孫昌沒有說我沒有介入 照這樣看起來 那是不是行政院有介入的可能 我覺得大家看了這篇文章 就知道環宇也不是省油的燈 人家背後也有勢力 我們不是都知道 各台現在背後都有人在靠的 這樣子很明顯 環宇背後的人不高興 他直接說 你敢跟我中家談 要我撤回宮廣 撤回華視 我就讓你破局 你這麼有種來找我談 找我喬 我告訴全世界我看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再喝第二杯咖啡 甚至這個事情一破出來之後 中家根本連撤都不能撤 就跟上一次那一個陳耀祥一樣 我如果真的現在就撤回去 改宮廣的話 那不是坐實了 我就被NCC摸頭了嗎 所以再往前講 其實在這一局裡面 我覺得大家要認真看 民進黨最棒的 就是他鬥爭最好看的 他其他事情做不了 但他鬥爭超棒的 陳耀祥特別講華視公廣 也是要謝哲 為什麼 因為他扛不起進電視 扛不起永延會 他扛不起後面新潮流 這些人的施壓 跟到處角力 所以他先講一個 與勝敗無關 今天要做中華民國小姐選美 或者要做什麼腳白筍 美人腿選美 我先推薦朱學恆 因為不可能 我推薦一個不可能的人 然後把我的責任全部都卸掉了 你為什麼卸掉 因為華視跟公廣 是已經有了真正稀缺資源的 無線電波 你有了無線電波 你還給他一個52台 是怎麼樣 你覺得車輪餅很好吃 所以你要留一個給郭台銘嗎 人家哪需要你這個車輪餅 他就不需要 所以陳耀祥刻意講出來一個東西 他不但違反中立原則 他不但說了這件事情 根本做不到 實際上華視連上架費 都付不出來 好嗎 華視到現在都在虧損 他也 華視的董事會 也跟著演一下說 我們要組成一個團隊 來研究怎麼上架 你把錢變出來 你如果變不出來上架費 你覺得全台灣各個系統商 都是吃素的嗎 就說好 我們就響應 陳耀祥的呼籲 我們就不用錢讓你上架 不可能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看各方勾心鬥角 互相放話 在記者會上 也演一件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我們還是要講 請問到底這個黨什麼是要治國 到現在都在鬥爭 到現在都在演來演去的時候 你不治國 國家是不會進步的 的確讓我們看到就是掌管 生殺大權的NCC 真的是也讓我們看盡了 在民進黨內 整個派系宮廷鬥爭的內幕 嘉義委員 當然我覺得這個外界 會有很多的揣測跟捕風捉影 但是我覺得 結果沒有出來之前 也不要下定論 而且很多這種 因為我最近也經歷很多這種 捕風捉影的指控 這些指控很多都不是真的 有時候三分真 七分假 都可以說得像是真的一樣 所以類似這樣子的指控 說實話 我覺得 我當事人都覺得很難以去面對 譬如說高嘉瑜 到底有沒有偷吃小朋友的餅乾 這個事情我看得罪氣 怎麼可以搶小朋友餅乾 今天還有議員出來爆料說 我連他兒子 掉在地上的餅乾 都要跟他兒子搶 我覺得這個真的已經離譜到一個 我也不知道怎麼去回應 就是說 確實有很多這樣子的指控 那這樣的指控 我要怎麼去回應 所以確實也有很多 對於行政院這樣子的一些指控 我覺得大家當然期待 就是說能夠拿出一些 更實際如何能夠讓 52台頻道更歸於公共的利益 或者是歸於大家所期待的 這個部分到底要怎麼去判斷說 到底最後是屬於誰的利益 我覺得也很難 所以我覺得還是需要證據來說話 如果沒有證據的話 當然什麼樣的指控 陰謀論都會有 我自己最近是感受特別深 對 當然就是要拿出證據來 可是我們看到 針對現在很多的傳言 當然從府 院 黨 全部都站出來回應了 包括NCC自己也出面回應了 你看起來那個回應 其實都很致死 但反而引發更多的疑點 高教授 所有的回應 都可以用官方說法來講 比如說蔡總統剛剛千惠講到說 他沒介入 可是他沒有說行政院沒介入 這政治語言是非常清楚的 就我沒有介入 但是我沒有說 行政也沒有介入 那麼這種好的東西 五十二台 中天這個台 很像武俠小說寫的林芝 這個千年林芝旁邊 一定有一些重手猛獸在把守 那麼各家兵家必爭 如果說把一個原來沒有太大餘粒 就是在言論自由 這個區塊最高無上的言准 他真有罪 你去動他 真有一些觸犯國家法律的 那裡動他 沒有的話 就是現在就是 不罵大陸就是親中 這一個基本上 一竿子就打翻一船人 我想最後還是會反撲的 那麼就等著時間看 現在報應都很快 現實加雙跨 通通說得到 修圖會對 我沒有黨派 我平常講說 我剛剛跟寄望國民黨 也說你反對蘇貞昌沒有關係 也是應該要讓他講 因為將來萬一 國民黨又執政 我看是沒什麼機會 萬一又執政 民進黨又是從事故事 現在老百姓 群眾最討厭的 就是這種反復循環的 惡劣的這種鬥爭 而且都不講政體 不講政體 然後烏沙茂一代 包括這個主委 變成無脊椎的生物 那麼烏沙茂一代 就是鬼話連篇 所以請他們去看鬼滅之刃 絕對我覺得這個好看 看看鬼講人話是什麼話 我好不客氣講 我是從十大建設以前出生 到現在的 經歷國家這麼多的 那麼我們也看過 當年金國先生旁邊的幾個人 譬如說我認識的宋時賢先生 那圍觀的青年 我不認識這個李國鼎先生 那即便是蔣燕氏 操守都還比現在民進黨的 滾滾租公要優秀太多 習人已成黃鶴去 這個風範在現在幾乎都找不到 但是這是因為藍色綠色的關係嗎 不是 而是只要有利可圖 祖宗八代都可以踢掉 毫無原則可言 所以你就像跳國標舞 你也應該要有一些 基本的規矩 人生沒有什麼平跟不平 有個舞棍阿伯跳國標舞 這到現在跳了跳了 一個小時可能交通 交國標舞也一千多塊 那有人跳國標舞 也可以變成董事長富人 差別就很多 人不需要玩碳街 但是做人還是做政黨 做事情都有一個原則 原則只有一兩條 方法可以千百個 捨棄原則而只講方法 最後就是自己怎麼 落水不不點 如果守住原則 基本上方法都可以找得到 以前講說NCC是張希希 講論話當然有幾分的這種 犀虐的味道 不過NCC真的要解慎之愛 你知道台灣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多元的社會 你就會有多元的聲音 怎麼會七個評審委員 是一種聲音而已 這個是非常難 很難得 也真的非常難得 也讓人家覺得非常的奇怪 你在看前面不是提名 一批的所謂的什麼委員 鑑定 鑑定人 鑑定人問問題 人家還在答話 他已經走掉了 也不聽人家怎麼回答 對不對 而且問了一些的話 是很奇怪說 即時新聞如何能夠去求證 你要讓人家求證完以後 再來播 全世界有這種事嗎 你來當所謂的鑑定人 這些人不是應該都對傳播 大眾傳播要有最起碼了解嗎 怎麼講出這樣的一個違反常理 違反普通常識的話 這就是非常奇怪 譬如說你講說NCC委員來講 我喜歡的譬如說 有一些我認得的 也沒有在上面 我們很尊敬 社會一般有很多好評的這些 人都沒有在上面 在上面一道路 我跟不認得的人 這些人對大眾傳播的貢獻 有多少 在大眾傳播界 有得到多少的尊敬 他們做了這樣一個決定 社會會不會接受 就是說你要問一件事 一些回到事物的本身 就是說你要關掉一個 全台灣最大的 其中的一家的電視台 你有一個很好的理由嗎 所以我講過 我想再講一次說 中天是犯了什麼天條 中天是通敵嗎 還是叛國 還是破壞社會優良風俗 或者是有很嚴重的 勞資對立的現象 老闆是苛刻的員工的薪水 還是沒有讓他們放假 對不對 有中資嗎 講了半天 最後發現也沒有中資 如果都沒有的話 你關他的台 你是用什麼理由來關他的台 我現在想不出來 就是你殺人 你要給個理由 說我今天要槍斃你 你給個理由 我到現在我也知道 我走私又想 我會站在很重力的立場 試著去想出說 為什麼要關掉中天 除了一個就惹惱了 你們民進黨政府以外 還有別的理由嗎 還有別的理由嗎 今天台灣的電視媒體 還不夠綠嗎 民進黨內有很多派系 想要這一台這個頻道 就是擋了你們的 惹惱你們 擋了你的路 就是說來講什麼 懷弼 批呼無罪 懷弼其罪 你知道那個好位置嗎 風水那麼好 所以人家把你趕走 他要進到你這個風水寶地裡面來 就這個理由 我真的想不出有什麼別的理由 當然前面也是 每天想出來就是說你得罪人家 選舉的時候總統大選 你可能沒有支持蔡英文 我要請教你一下 CNN有支持川普嗎 對不對 CNN四年前就沒有支持川普了 川普四年來當了四年總統 為什麼沒有把它拔掉 因為人家是一個民主國家 川普臉皮摘後 也要自我檢討 說我是一個民主國家的總統 我不能幹這種事 我們是不是民主國家 我們就要請問現在當政者 指證者 我們是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 大家有國家是這樣子關掉人家的 全國最大的媒體之一的 這樣一個中天 你告訴我 香港 香港以前是人家英國殖民地 講到殖民地 就覺得這種地方應該是比較落後 可是你看英國的 這個香港的媒體 從最挺中共的到中立的 到最反共的 雜誌 報紙 電視台都有 請問你有沒有哪一家被拔掉 北京對香港當然是全然操縱 全然操控 特首當然一定要聽他 請問你中共如此之霸道 有沒有在香港關掉一家媒體 雜誌也好 報紙也好 電視也好 有沒有 答案是沒有 所以是怎麼樣 這樣講到最後是怎麼樣 我們台灣究竟是比大陸民主 還是比大陸不民主 你告訴我 哪一個國家之將 香港 韓國 韓國的政治人物 也是手段有時候是很強悍的 所以他們幹嘛總統 大家都坐牢 排隊在坐牢 韓國有沒有人敢關掉一家媒體 日本敢不敢 馬來西亞敢不敢 東南亞這些國家 我們都認為比東南亞國家 除了新加坡一樣 我們都比他高等 高級很多 有哪個國家 印尼嗎 馬來西亞嗎 泰國嗎 泰國皇室是很兇悍的 你批評了他 他可以對付你 也沒有關掉一個媒體 所以我們台灣真的 果然是創造台灣奇蹟 什麼四小龍什麼 四小龍之首 真的是四小龍之首 因為四小龍不敢幹 其他三條龍不敢幹的事 台灣這條龍都把它給幹了 這個都會留下來 在歷史上會留下一個紀錄 誰幹了這種事情 人家是不會忘記你的 NCC的主委坦白講 你也沒有那麼大的權力 這種事情我想 大概也不是你一個人 可以決定的來的 我們都知道 權力的來源來自哪裡 這是誰幹的 大家都很清楚 不要以為哪一盆水來 把手洗一洗 就可以講一句話說 野獸的血與我無關 你不要以為蔡英文 你跟記者講說 這個是與我們無關 跟憲政院無關 跟我總統上都無關 你會看到羅馬的總督 所以拿一盆水來洗手 就講一句話 野獸的血與我無關 以你無關 洗不乾淨了啦 沒有辦法洗就掉了啦 全體的血與我無關 本地的血與死亡 自然地的經紀 一國中午三圣 從那個手中 太陽蓋了 但是我們要用 拿來自自然之旁 都會索到 這次經紀到 我們要想aitre 路了 教會 反正的 隨便 那是